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之上有一个地方 四周被土林所环绕 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于火星表面 而在这沟壑纵横的土林之中 还隐藏着上千个洞窟 曾有数千人居住于此 我们在晚中国西部自驾 前一晚到达阁击县之后 找到了一处废弃秀礼场休息 第二天醒来简单洗漱后 我们准备继续出发 我们发现在这个废弃的修理场 还有一个地沟 我们顺便开上来检查一下车 好 好 下去看一下 不要刺了 它这个地沟有点欠 特别欠 拱针咬 为什么没有它问题 看着挺贵的 光这一块有问题 光这一块有问题 石子也没有大爆发 紧接着就是我们损伤最严重的前面部分了 这一片都是没有的 给我们直接打下来看看 后边还有 但前面这块没有了 这个轮子也是有的 但我们前面左前面 这块没有了 我怕这个石子会打到 以及前面这个下边可以看到 这就是上次它没有换新的 直接把这个修了一下 给拿过来 为啥这边有个这 这边就没有地 这个也被打掉了 可以看到右侧这块有 但左侧这块没有 应该就是左侧前打掉的 拉萨 这是上次换的 再到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前边部分了 这块都没有了 这整个前边都没有了 损伤还是挺严重的 在简单检查过车辆受损情况后 我们准备在隔级县买早饭 等吃过饭后再出发 我们早上起来了 现在准备去买馍吃 看到对面有一家卖馒头的 我们又回到了 昨天一家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 吃馍了 刚才买的馍 对 这个包子 好小啊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的包子 然后那个馒头也是一块钱 那个菜包子是三块 这个肉里还可以 还这么多肉 一块钱 这比笑龙宝还大一点 我觉得连这个一块钱的好人 笑龙宝也一块钱一个 地下有个大宝 菜宝三块钱一个 那么在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做饭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对 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好 真的是特别适合做饭 但是 因为时间管线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们突然又反悔了 因为 虽然这边是直接到时间喝 但是我们想一下 我们下次来扎达的时间 就不太一定了 所以说我们决定 绕路去一下扎达 对 所以我们赶紧 出完膜 就要走了 去扎达 三百多公里 吃过饭后 我们计划 从阁级线 先到施泉河 接着绕到扎达线 只为不让这次行程 留下遗憾 再从这个隔级前往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这样的河谷 这条河应该是施泉河的一条支流 在西藏这边呢 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 河谷和山地完全是两种风格 尤其在阿里地区是尤为明显 河谷呢 就是这样绿叶盎然 出了河谷 只要往上一米的地方 就立马变成了这种干燥 然后没有任何植被的这种山体 所以说这也是一番特别的景色 从施泉河向南走上219国道 我们来到了前往扎达县的岔路口 在这里右转之后 迎命而来的就是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山 在从施泉河前往扎达的舰道上 是需要翻一座5000米左右的大山 这座大山上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 竖着的舰头指向路的方向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新疆的那个塞尔托海附近见过 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海拔比较高 所以刚刚我们都可以看到前面就是雪山 所以说已经快到达雪线了 一年四季有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下雪 所以那个标牌我们猜测它应该就是直引流的这个轨迹 我们大概还有100公里左右就到扎达了 在翻山的途中 我们遇到了一辆车需要帮助 所以我们停下车来上前询问情况 对 西安 A和U都是 这里呢有人需要一个拖车沟 这是在机场那边部队 我们到时候回去返回的时候 在那边一起 正好 好了 我们已经把那个拖车沟借给人家了 行正 阿里昆沙机场空间部队的 到时候回去再去吧 我们要先走了 在下山之后 前方的道路变得平坦无阻 MING PAO CANADA 在即将到达渣达县城时 公路两旁的景色突然发生了变化 千功万赫的地貌 让人分不清是在地球还是火星 而在这样特殊的山体上 千奇百怪的洞窟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我们从刚才那块过来之后呢 到达了这个 东嘎皮央遗址 东嘎皮央其实它是两个村子 因为在这两个村子 分布着很多的洞窟 所以说索性就把这两个村子 组合起来叫东嘎皮央遗址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皮央遗址 在这个山坡上有很多这样的洞窟 超级多 其实不止这面山坡 四周的山坡上都有横洞窟 东嘎皮央两个村子 加起来东窟有上千个 所以说这个数量比敦煌还要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第二敦煌 也叫高原敦煌 它在这个遗址的面前 这边还有这样的转经筒 应该是 它风一吹之后 它就这样转 而且它只能顺时针转 因为它凹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 也算是一个很省力的方式吧 让风直接吹着它去转经 我们走进这个洞窟看一看 因为我看这个洞窟像是还有人住 应该之前是有人住的 现在估计都搬到村子里边了 这个洞窟呢 它其实史料上是没有记载的 在印度流传着一个藏文的手抄本上面 记载着 因为这个山上有一座寺庙叫做皮昂寺 记载这个皮昂寺是始建于公元十世纪 也就是骨骼王国建国的时候 它相当于是骨骼王国建国的八大寺庙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洞窟的时间 大概也有近千年的历史 那个寺庙就在上面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洞窟 一会儿再去那个寺庙 这个门咋碎点 这个门好小啊 而且它还是锁着的 这个概念不像是夫人 像个炮湖你看 你看站过去对比一下之后 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像是个门 范窟斯这一块像个门 不像是门 女孩他要给他修楼梯 肯定人要上去 走 重找一个看 东嘎皮昂遗址 由东嘎庙宇群 与皮央石窟群组成 是西藏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遗址 其中包括礼佛窟 禅窟 僧房窟 仓库窟 与厨房窟 等不同类型的石窟 据推断 石窟建造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 存组了一千七百多年 他展现着千年之前骨骼王朝臣民的居住环境 在经历了千年的兴衰更迭后 石窟群渐渐与身后土黄色的山丘浑然一体 消映于室外 这次偶然的相遇 也让我们走近它 领略它蕴含的沧桑和魅力 我们决定从这块上去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陡的 这不知道是弄啥的 还剩个铺底槽 这相似一个处屋的地方 可能就是库房处 感觉好像最近还在用 我们感觉还在用 你看轮胎都在这 对啊 上面是一个天坑 天井 我们继续往上走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窟 我们猜想它应该是仓库库 因为在这边它不同的窟 有不同的用途 有僧房窟 有禅窟 还有厨房窟 当然还有礼佛窟 所以说它各种的用途都是不一样的 相传在礼佛窟内有很多精美的壁画 而且因为这边地处比较天远 毕竟阿里地区嘛 所以说这边保存还是相对比较完好的 只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流水冲刷之后 可以看到它的外立面有一些流水冲刷的痕迹 但相对于内地的其他地方 它这边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 而且毕竟它在阿里有这么大规模的石窟 也是相当难得 独此一份吧 这就是刚才那个 这就是刚才那个天井 之前应该是被毁了 运飞讽毁 我发现我们好像身体越来越棒了 上次在普兰上这个洞穴的时候 我们累得不行不行的 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因为我们之前毕竟在四千五百米五千米 待了好一阵 这个地方它真的很奇怪 就外面是那种一捏就碎了沙土 但里面是沙岩 我看这个好像是拿货少过做一摊 对上到悬黑的 但是上到确实是散岩 这就是散岩 哎你看五个 五个像是个女的那个头 不是 前头这个 比较丑相一点 应该不是 反正估计这就是凿开这个洞 凿开这个洞窟之后 你看这样下去 然后悬黑了之后就是这样子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高度 它这山还是挺陡的 我们车在那 感觉能滑下去 垂直爬升啊 就二十岁到了 还不知道 继续上吧 上哪些 得自这条路 我们好像走错路了 不接我从刚才那块上啊 我们上来之后呢 发现这里是一大片的平地 这儿的洞窟规模比下面都要大 在这个一上来正对面的几个洞窟 上面还写的文字 这个应该是过来写的 但感觉这个好像是被侵蚀下来了 一点点侵蚀下来 你看它原来的地平线在这儿 但是一点一点好像侵蚀下来的感觉 或者就是又 后来又挖了就去 感觉这边好像就像是 修行的僧人们居住的地方 然后刚刚那种小洞穴呢 就是在那边修行的 看来看这块也像小兄弟 因为你看它这个冬窟的形方 特别像个葫芦 那种汪府三摄广那种感觉 走进这个冬窟里 感觉里边好凉快 好深啊 这个冬窟 下面是这种两条 我感觉像是修行 你看它做到蒸地头 然后就可以看到歪头 这感觉像是个大石修行的地方 它这蛮厚 这个比任何一个窟都要大 继续向着皮阳遗址的顶上走去 眼前一座巨大的石门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发现这顶上有一个大石门 把它挡住了 而且那边好像是有墙 应该是那种时间长之后损毁的 但这一块微塞不知道微塞有个门 把它当住 看 这么正气 对啊明显是有人故意一点 这不可能自然形成的 我们上来了 其实我很搞不清楚 它为啥要把这块堵住 盗墓笔记 青铜门 这个相似的泥也 一层一层胡伤起的 泥和这种草结杆 怎能走侧面 为啥这套的摸的 这个要踏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就是这里头也是个冬库 然后他把这里头也拿枪骑着 从这可能还能捡起 还有一封可能 这这么多伞踢干净 快要塌了 也有可能 刚才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是伞踢围线 应该是为了保护上边 不会塌下来 因为毕竟上面还有东西的 走吧 我们刚刚应该看到了仓库 看到了起居室 就是僧房窟 还有我们也看到了小的修行窟 我们去寻找一下壁画 壁画呢 据说是在这个山顶上的寺庙 皮央寺我们去找一找 走下山后 我们准备去皮央寺看看 听说在寺内还有着千年之前精美的壁画 我们到这个寺庙下边了 它这个是要沿着楼梯上去 那这边呢也是有壁画的 旁边呢就是村子了 上去好像是要钱的 我们去看一看问问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售票点 想问一下 对想看一下壁画 他们有意思 就是他开票旁边 好好好 可以自己上去看吗 多少点了吗 人都已经下来了 下班都赶快回去了 意思我们上去也看不到是吧 看不到 一定看不到 外面你们看的话买票看 外面呢在这都能看得到 很遗憾 因为皮央寺的工作人员已经休息 所以我们只能离开继续前往渣打县了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这个东卡皮央遗址了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比较晚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钟了 所以说这边拿钥匙的那个人已经下班了 其实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之说 也不算是一个正规的景点 但是就是拿钥匙的人不在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看那个壁画了 我们就直接前往渣打县城吧 在前往渣打的途中 我们发现前方还有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寺庙 没能看到皮央寺内的壁画很失望 所以我们期望能在这里看到 我们把车开到东卡村之后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寺庙 而且这边没有人 我们想上去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壁画 或者其他比较特别的东西 这旁边好像是一家民居 而且阿里这边真的是太干燥了 我们的嘴刚缝完水就干的不行了 因为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可以看到那边的河谷绿一样人 隔了这几十米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尴尬 这边有个寺庙吗 这个寺庙的感觉在悬崖上头 下边就是路 这个寺庙建的好 那这个是大殿吗 这个寺庙 寺庙的大殿 这是新盖的吗 对对 以前这里也有做寺庙吗 有有 以前也是有 这是翻修了 对对 好谢谢 谢谢 它的墙壁是红色 伸出来的 嗯 然后这样是树枝的悬崖 可以从这边看下去 下面就是悬崖了 因为里边门关着呢 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要下去了 这个寺庙叫做东嘎寺 这块真的险 从这下去 三个方向都是悬崖 离开东嘎寺 我们要继续前往渣达县了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